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5月6日下午17點02分 上海港務局在官網上協出了通知 兩天之後 也即是5月8日 凌晨5點到下午4點 對長江口深水航道出口船 進行交通管制 上午9點到中午1點 對進口船進行交通管制 這個不起眼的通知 實際上是5月1日上午開始 首次海市的中國海軍福建艦 提前結束海市 回到江南造船廠碼頭的訊號 5月8日下午 解放軍官方媒體 在社交媒體宣佈 中國第3艘航空母艦福建艦 完成首次航行試驗任務 被原定9日上午 完成試驗 提前了十幾個小時的時間返航 試驗期間 福建艦完成了動力和電力等 設備系統的一系列測試任務 乾乾淨淨 沒有輪胎印的甲板 也證明 福建艦的首次海市 測試的重點 是在 航空母艦本身 而不是之前有猜測 認為會進行一定規模的 艦載機起降測試 與遼寧艦和山東艦首次海市 都是5日相比 福建艦用了8日 表明 試驗的項目是比前兩手 或約甲板的項目是多了不少 也可能是更加全面 首先 福建艦首次出海的主要目的 是檢驗動力 電力等系統 亦符合慣例 艦艇首航 通常是對其基本航海性能 進行測試 包括 艦體設計是否存在問題 動力系統能不能夠與之匹配等等 我們不要小看這些基本性能 對於一些國家 沒有那麼容易 比如印度國產航母 維克蘭特號 在第一次出海航行的時候 就出現了嚴重的中搖問題 而福建艦雖然是完全有中國自主研製 船型設計肯定是經過了反覆模擬計算 以及在船池的多次測試 算得上是資根資底 但是畢竟 它是一艘排水量超過8萬噸的全新大船 其航海性能 與關鍵設備 都是有必要進行測試 福建艦的首次海市 持續了8日時間 預計是關於該艦的基本性能的海市 複雜度 應該是在遼寧艦和山東艦之間 值得注意的是 與遼寧艦和山東艦首次海市不同的是 福建艦多出了一項 新測試的任務 電力系統 眾所周知的是 福建艦的一大重要技術突破 就是安裝了電池彈射系統 它在航母艦載機的出動效率方面 起到了關鍵作用 而電池彈射系統對電力系統的可靠性 和穩定輸出方面要求非常之高 因此 福建艦首次海市 對電力系統進行了測試 既說明了它的重要性 而官方媒體透露 測試結果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這個也足以證明 福建艦的電力系統 為電池彈射系統的應用 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 從福建艦這次出海測試的鏡頭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在相對平穩的海面上 進行了不同航速的測試 包括 大陀坡高速轉彎的試驗 尤其是後者 具備非常強的戰術意義 在二戰時期 航母等水面艦艇 往往是需要利用高速轉彎的劇烈機動 來擺脫 對手發射的魚雷和炸彈 即便是在精確制度武器的時代 這樣的高速機動能力 仍然是航母應對各種突發情況 規避來襲武器 或者是搶奪戰位的重要手段 美國超級航母 在海市期間也會進行類似的測試 例如福特號航母 就曾經發佈高速轉彎測試的照片和視頻 以展示其優良的航海性能 如今 福建艦的首次海上測試證明 福建艦也可以做得同樣出色 從外媒披露的部分照片來看 5月1日 福建艦由拖船協助離港之後 立即開始了 高速航行的試驗 速度之快 讓拖船根本追不上 因此有觀點認為 福建艦的最高時速 可以達到35折 約合每小時66公里 不過 有另一個被 熱議的情況 就是福建艦航行的時候 的美跡 有些照片顯示是幾乎沒有的 不過 從解放軍官方媒體公佈的照片來看 那些顯示沒有美跡的照片 大概只是因為 帳數和對比度問題 而沒有顯示出來 美跡當然是有 但是平整且光滑 對一手超過8萬噸的巨艦來講 這一點美跡是不比 幾千噸的驅逐艦大多少 特別是對比印度海軍 維克蘭特號 海市的時候 那個鋸齒型的航跡相比 福建艦這一點美跡 簡直可以說是不可思議 軍事分析人士認為 高速行駛測試 和幾乎沒有美跡的照片說明 福建艦的動力系統 可能比想像之中重要拍敗 也從側面 證明另一個關鍵系統 就是 艦艇的電力系統 設計 布局 和整體發電 供電的結構 亦比預料的更加優秀 以電池、彈射、攔阻裝置的論據 是有不少觀點 認為 福建艦採用了全電 推進的系統 加上中壓直流電技術 所以才能夠 並發出如此強勁 又足夠安靜的動力 這個觀點 目前看來 是稍顯了激進的 福建艦的主動力 依然是常規的 蒸汽輪機 只是為電池彈射系統單獨 增加了一套電力系統 正是得益於 獨到的中壓直流電系統 福建艦才能夠 以常規動力保證三台電池彈射 攔阻裝置 可以同步運行 還不存在缺電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 福建艦的電池彈射攔阻系統 讓美國軍方和媒體 顯得有點破防 因為 福特級 是更複雜的 核動力航母 理論上 它擁有無限的能源 卻因為採用了效率較低的 交流電技術 對電池彈射器的正常運行 造成了不少的負面影響 福建艦的動力系統 和電力系統 在完成測試之後 航母本身 基本沒有大問題 提前結束海事也說明 這兩個系統的表現 完全達標 這樣 就是艦載雷達電子設備 艦載機系統 航空指揮調度 需要測試 按照最快2025年復逆的進度 或者今年下半年 我們就可以看到 福建艦 頻繁出海 尤其是 殲35 殲15 空警600 教練10H 直18 和直20H 的艦載機 亦在今年陸續上艦測試 真正激動人心的時刻 還在後頭 尤其是福建艦甲板上 第一次 出現輪胎印 5月9日9時43分 長征3月運載火箭 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點火升空 將智慧天網101星AB 送上預定軌道 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該衛星載軌運行之後 將會開展與南極科考站 科考數據直連 低軌衛星數據實時回傳等 典型場景應用示範 為構建空間網絡創新實現平台 探索 智慧天網行業應用模式 奠定基礎 智慧天網是清華大學 原創提出的 中軌泛同步軌道 天璣網絡解決方案 以8火 中軌寬帶通訊網絡衛星為一種 部署在2萬公里高度的軌道上 構成覆蓋全球的 通訊星座 並可按需要擴展為16星 32星等多種覆蓋的網絡 星座建成之後 將會實現全球 無盲點覆蓋的個性化 寬帶網絡服務 並可與低軌衛星互聯網 和高軌衛星互聯網共同構建 統一的空間天地6G網絡 實現全場景 全域下各類用戶的接入 近日中國科學院 自動化研究所 老網絡組 研究中心團隊 延續了 基於老連接訊息 繪製 圖譜的思想 繪製出 全新的 微後 老網絡組 圖譜 這個成果 日前 在科學通報發表 全新的微後 老網絡組 圖譜 不僅對老區 進行了合理且精細的分區 還詳細描述了每個老區 亞區之間的宏觀營戰 作為可靠的參考系統 它能有效地整合多尺度 老圖像和多組學信息 從而繪製出 多姆泰花尺度的 微後老圖譜 微後老網絡組圖譜 作為一套描繪 微後老部空間組織架構的 全景式老圖譜 將會克服現有圖譜的諸多缺陷 包括 僅針對特定解剖區域 僅有單一姆泰訊息等的局限性 同時 基於相同理論與方法 繪製的人類 和微後老網絡組圖譜 將會從 頭老獲得的信息和知識 有效地遷移到人老發揮關鍵的作用 微後老網絡組圖譜 不僅為多層面地理解 大腦功能的工作基礎 提供了新的 多姆泰空間 地圖 亦將會推動 轉化醫學 花物種比較的大腦數字建構等 重要的研究領域發展 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代表 國家天文台博士研究生 丁明鶴 施建榮研究員 丁明鶴亮研究員等人 近期利用中國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各手徑望遠鏡 中分辨率 巡天的大量光譜數據 精確測量 並發佈 約45萬火行星的 里元素風度 這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里元素風度數據 對研究里元素的起源與演化 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 該研究成果 在國際天文期刊 《天體物理學報》 增刊發表 分析里元素在不同年齡 和不同類型行星中的風度 不僅能夠揭示 行星內部結構 和它所經歷的物理過程 亦是追索 銀河系 化學演化 以及大爆炸核合成 重要的觀測約束之一 因此 里元素風度 在行星、星系 以及宇宙學研究中 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 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 想訂閱石樓台 看獨家內容 但是 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錄魚人金融hi-tea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錄魚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字幕製作為替字幕 從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